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24号 前两天是中国的海关总署发了一篇文章 是说在吉林省扩大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的 他等于说出了一个中国叫什么办法什么的 然后通过海森丸这个地方 吉林他们出了一套什么这种 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现在那篇文章我找不到了 英文的华尔街日报是两天前还是什么时候就说了 他说的是加强了怎么从吉林到海森丸这个地方 因为海森丸这个地方是俄罗斯宣称是他的 主权 俄罗斯宣称主权是他的 并且还把这个地方名字给改掉 改成什么富拉迪沃斯托克 是等于说是叫中国割让给他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东方复仇者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是吗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 他翻译过来对俄语翻译的话它是什么 东方什么胜利还是什么的 反正这个地方是中国清朝之类的什么时候去割让给俄罗斯的 这个一直是一个属于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一个土地 他割让给通过不平等的条约 之前这种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世界打仗的这种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平等条约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牵出去的 被俄罗斯给牵走的 那么之前的这些不平等条约 你像除了中国除了俄罗斯跟中国前的 那么你看这种殖民 那个时候之前的那些殖民的国家 什么英国特别特别就是英国了 英国印度都占了 对吧 然后英国的香港也是英国的 对吧 那么澳门什么葡萄牙 像西班牙一些国家到南美洲啊 到处殖民的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殖民的一个 最近刚好那个Jordan Peterson采访一个人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讨论这个殖民的 你知道吗 他讨论的殖民呢 绝对不是俄罗斯这种殖民 他把海森网占了就是一种殖民 就是一种殖民主义 那个时候的殖民主义 他讨论他这本书也很受争议 他这个人讲话很多人骂他 批评他 criticize他 他是他讲的东西 讲的东西 他这本书的观点就是殖民 不是坏的东西 你知道吗 他的观点就是殖民不是坏的东西 因为他说的是英国这种 西班牙那些欧洲那些 比较老的这种殖民主义的国家 比较老的殖民主义的国家去侵略 去占领去殖民到别的美洲啊 亚洲啊东南亚这些地方的一些殖民主义的事情 他认为不是坏的东西 因为他执名过去 你看现在香港怎么样了 对吧 印度怎么样 印度怎么样 再掐一句啊 我就是看那个印度人讲英语啊 印度大马路上随便一个人都能讲英语 你知道吗 你要只看字幕的话 他讲得很好 还有语法都他妈对的 而且很流畅 完全不结巴 不像我这种讲英语 他印度讲英语这样 你把声音一打开 哇嘎 你听到那个英语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想拿头撞讲 我真的是听他们讲那个 但是他讲的语法都对 然后词汇量也蛮丰富的 你知道吗 印度随便大街上随便一个人 他都能跟你讲很多英语 比如说我看的那个 是Asian Boss吧 反正他采访印度 印度人问印度人这个贫富差距 你怎么看 然后有的人说 不管是学生啊 上班族啊 还有这个医生啊 什么的 英语全部都完全非常的流畅 但是你不要听声音啊 听不懂 你看字幕 你看字幕他说的挺好的 你知道吗 而且语法什么的 这个用的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一开声音 你听他那个 我真的 我真的想拿头撞墙 我真的是 你还得看字幕 知道吗 但是他们英语都能讲 这个也是英国殖民的一个后果 效果 知道吗 那他对这个 问他们国家 印度的贫富差距也很大 很有钱的人很有钱了 这个印度 很多有钱的人很有钱 没有钱的人 主要是问他们这个马路上这些人 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重点 其实海森丸也是不平等条约 也是被殖民的 但是不是像英国这种国家 他通过他自己之前的一个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这种转型到民主国家里以后 给他殖民的这些国家 殖民的这些地区 也去带去了法治和民主自由 你知道吗 也带去了同样的东西 自由市场 自由经济 你知道吗 也带去同样的东西 你就是 可能有侵略杀 当杀这些土著人什么的 这些行为 他们都干过了以后 但是他们没有说 没有说 没有说 没有说就这么 好像一直杀下去 就不让你本地人长出来 一直杀下去 但是继续 他们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就带来给你 香港还给你 带你中国的香港还给你 让你香港自由民主 但是你得自由民主法治 但是中国政府不遵守协定 所以他们已经通过这样的转型以后去殖民主义 他为什么那个人讲殖民主义是好的 为什么是他基本上也是这种观点 所以他认为殖民主义并不是不好的 但是你看俄罗斯占这个地方了 那基本上也没啥 因为俄罗斯也没啥民主 对吧 也没啥民主 法治的这种东西 没啥 他还是搞得很糟糕 然后他占了包括中国的 除了海森丸这个地方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 基本上也是 他在殖民主义的这个时期 也是各种暴力啊杀人啊什么的 对吧 他那种也是这样子 那么前面说到哪里啊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海森丸这个地方 那就是这样 所以说是属于俄罗斯的 那属于俄罗斯的中国海关总署 他专门他就搞了这么一个文章呢 搞了这么一个办法 实施方案啊 去通过去让中国集领这个地方的货物 能通过这个海森丸这个地方能出去 作为一个出口的港口 然后呢 可以运到中国国内 南部地区 因为你从吉林直接运到中国的南方一些城市货物 那可能因为你的公路建设各种的费用会更高 你直接海运的话就便宜嘛 直接海运就便宜 所以需要通过这个地方出口港 那这个这件事情就就怎么说呢 呃非常的非常的呃 也就中国有好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你出口港就出口港 你这个国家就你的国家的 到底是谁的也说不清楚 好 然后呃你 中国拿来当内陆货物出口的港口 也也没有任何问题还怎么样的哈 然后呃加上西方国家 西方媒体基本上都是看看的 他们看到他们的他们的方向去看到的这些东西 好就是呃 2022年中国跟俄罗斯这个叫呃 贸易哈 增1900亿呃 呃增长30% 可能同年增长了比21年增长了30% 就是你看到呃 网络社交媒体上你也能看到这个视频 这个俄罗斯商场呃 呃因为因为制裁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很多呃 很多这种这种这种 呃 有没有反正麦当劳嘛 最典型的就是麦当劳过去 就这些公司都都都不在中国做生意 以后呢呃呃都不在俄罗斯做生意 然后俄罗斯商场里面 你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品牌 什么中国的这种呃呃 也搞什么运动服装什么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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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红星尔克 反正就这种中国的这种 你看到都都跑到俄罗斯商场里去 就是说呃呃 他他通过这个地方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贸易 呃加强了 好然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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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叫Leverage了,就是有一个优势嘛 那其他国家只能我中国做你俄罗斯的后盾 所以那么各种的贸易 各种什么什么像这种港口出口的这种规定 那中国想用你就得给我用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像朝鲜就像俄罗斯正在 因为中国还是比俄罗斯经济各方面要强大的很多嘛 它表面上也不是说跟西方国家直接全面的被西方国家制裁的一个状态 它还是在跟欧洲做生意,在世界上做生意,在其他国家跟其他国家做生意 亚美术还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中国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像那个乐高 我最近看,给我儿子看玩具 你根本就没法看 你知道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垃圾的东西 中国制造 中国品牌,中国制造 然后你仔细看那个东西 你小孩子根本就不能玩 我还有一个超级小的呢 我绝对重视的就是首先这个东西安不安全 然后你看啥呢,看乐高 然后就发现一个中国品牌,中国制造,它造的跟乐高一模一样的 那些乐高有一系列的产品玩具,它是有些电机什么的,一模一样的 然后它不叫乐高 但是它做的跟乐高一模一样 我怀疑,我觉得亚马逊怎么一直在帮中国的企业做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你不是说,也不是说这个乐高就一定有这个东西的知识产权什么的 我相信它去让别的品牌不能生产这一模一样的东西 可能也要,它也要花很多的财力去打这个官司才行 但是你想这种,中国这种小批企业 那价格卖的你十分之一 然后跟你做的一样 那东西肯定不用想了,肯定很烂了 质量肯定很差 有独断材质 我们这边,我们买过的嘛 那不是乐高的,那个做的跟乐高一模一样 那东西小的扣的扣不上去 很麻烦的 这种,总之这种东西呢 你没办法消灭掉它 就像这个霉菌或者是什么病毒一样 就是这个苔藓一样 狗尿苔一样,狗一尿它就长苔藓 然后你说,你不要长苔藓 你怎么怎么,你自己去抠 你自己拿东西铲子慢慢去抠吧 很难抠的,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它肯定要长 你知道吗,麻烦 然后它卖的又便宜 你说,我今天不干了 我明天就不干了 就不干了,无所谓的 那你乐高 你能今天说不干就不干吗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你没办法跟它搞 你肯定搞不过这些 只有它自己 它做的是一模一样 你说你换个颜色 各种东西换个大小什么的 你自己想一想 你那个玩意儿怎么拼起来 方便一点 你自己重新搞一个 我相信有一万种方法吧 你知道吗 但就不想 就他妈跟你做一模一样 然后价格就卖你十分之一 你能拿我怎样 你知道吗 对 真的没办法,玩具 你根本就没办法看 你知道吗 所以不像俄罗斯呢 它只能靠它的这个天然气 各种的能源 那这个时候 只能靠中国去通过 包括各种企业去制裁它 不在俄罗斯做生意以后 它只能靠中国企业去让它这个市场 让它这个经济去看起来 没有那么的完蛋 你经济这个表面上 你不管 你像商场里面 如果电权是空在那边的 那这人怎么受得了 你知道吗 该移民移民该走走 你这地方 你记得我们那时候疫情来的时候 不是空的的话 你有运动的品牌 你这个运动品牌 当然阿迪奈克阿里达斯 这些牌子当然好 否则你去商场 麦当劳没有 你吃东西没办法吃 那中国这个什么 肯德狗进去 中国叫肯德基 房子叫肯德基 叫什么 然后就红星尔克什么 这种 你看也是个吃的东西 也是个运动庄 那你这个经济起码 你起码有经济还在 只是说 你要是我去买东西 我看的 我等于是看的这个商场是空的 对吧 要是我看的话 所以只能靠中国 你知道吗 西方国家认为说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就像朝鲜也是 等于说是中国的一个 中国叫他 中国叫他干嘛 他就干嘛咯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中国给朝鲜的这个 朝鲜的经济 自己经济不行嘛 他就靠中国给的物资 那拿中国给的物资 就是听中国的 让中国 中国让朝鲜放个导弹 吓吓吓吓西方国家 那朝鲜就放导弹 就搞一搞什么核事件什么的 这些东西 核武器什么的 不都是中国帮助的吗 所以俄罗斯也在成为 这个朝鲜对中国来说的这种角色 知道吗 那那从西方国家 不要他碰那个相机 下来下来 然后 然后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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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 然后这个这个事情在 嗯 然后这个事情在 但中国的国内也是 有一波讨论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因为中国 中国 中国政府很喜欢搞这种民粹 就是什么攻击 日本啦 日本什么南京大屠杀 骂小日本啦 骂韩国 怎么样了 中国的民粹本来就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他中国政府很喜欢引导这个 中国老百姓去搞这个民粹的东西 没大脑的东西 然后 这个里面肯定包含着说 我的土地 对吧 否则你说台湾什么东西呢 你知道吗 那海思晚是你这个国家 你说台湾什么东西呢 你知道吗 你海思晚这个是你这个国家 你不在乎 被俄罗斯占领不在乎 你凭什么他妈的去说 台湾就是我们的领土 你为什么去讲台湾这个东西 只要是你的领土 你就得 你民粹的话 都要受管 你搞民粹 搞民族主义的话 你就都得要 那这种东西 居然变态到说 在国内呢 变成了一种 变成了说 这个港口 你看给我们中国政府用了 这个港口给我们中国政府用了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什么习近平不废一兵一卒 把这个地方收复了 收复了 什么什么 就是国内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这个有个自媒体 中国的国中国的自媒体账户 有一个自媒体账户说 163年后 中国重获海森丸出海口 来报道这件事情 来报道这个中国把这个地方当做出海口 这个事情 知道吗 你就啊是吧 我说的东西你都没听见是吧 我听着呢 你说 就是说 他认为 他在这件事情 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居然认为说 这个地方好像给我用了 也给我带来经济利益了 帮我减少了货运的成本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了 他也不说 他也不说 他也不说这个地方 这种时候他就可能 我想啊 按照这种情况 你看 你看中国大陆这种人的这种反应 如果台湾这个企业或者是各种的 他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创造的这些经济的价值 能分给中国大陆 或者说能 因为跟中国大陆的生活的人 没什么点关系 能给这个中国政府 台湾呢 如果能给中国政府 交个税了 交个什么 供个什么东西 那他可能也不在乎 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了 什么几把玩意儿 对吧 所以他也一直没有去说 他一直嘴上说武力收复 他也没有去收复 知道了 他可能 所以 他最在乎的是 你能不能给我带来这个价值 你从这件事情上 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民粹 中国的动不动 你侮辱中国 你反华什么的这些东西 意思是啥 就是你没交钱 你没给我好处 当然了 对吧 你让孩子玩 给你用嘛 你没收买我 给你用 这个各种的词 他也不说收复嘛 他就说 重获这个地方的出海口 反正你知道 我们在中国待这么久了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万种说法 他有各种的 他这个文笔好 你知道吗 就是中文 在中国待的 用中文的人 他这个 中国 中文这个语言 我觉得是烂透了 就是你实际上使用起来 非常的不好用 你在这个语言的 这个语言所能创作的 各种的文化上的东西 影视作品啊 书啊 理论知识这种的各种东西啊 我觉得中文非常的难用 但是你会惊奇的发现呢 用这个语言的人 有无数非常有才的人去用它 对吧 你觉得他那个用法 你觉得太好了 反正是把这个语言给学进来 我还在想 这个地方是我的 这个地方是你的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国家 怎么怎么样 我们还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已经说 我们163年后重获出海口 给你一种感觉就是 就是把这个地方收复了 但是又胜死修复了 对吧 实际上他没收复嘛 实际上是俄罗斯的嘛 实际上跟你中国毛关系都没有呢 对 你可以跟俄罗斯的政府搞一个什么协议去使用它 但是你看中国什么一带一路去别的国家建港口 然后让别的国家负债了以后 然后中国说你不用还钱了 给我这个港口100年使用钱99年99年什么的 给我使用它也是这个方式 你知道吗 中国这种方式它也是一种殖民主义 只不过跟之前英国西班牙荷兰这些殖民 这些落后的南美洲什么的 东南亚这些地方的时候 他们那种殖民直接把你们不服把你们杀掉 对吧 你们觉得挺我的 我来你这见政府 见政府见完了 然后发现你们这些太傻了 杀的实在没啥意思 要不发展一下吧 给你建建学校 银行各种社会自由市场 给你全部都一整套给你建过来 他们这种殖民主义是这样的 那中国这种殖民主义呢 我也不要你这个地方 我也不杀你这个人 我就把你这个地方拿来给我赚钱 就是要钱 你觉得奇怪吗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拿那么多钱干啥 你不是还得花吗 他如果说想着要把殖民的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话 那他自己国家老早发展好了 他会去想着把别的地方也发展起来 他只是要这部分钱 对 就现在你这有多少钱 就或者说我把你这个地方造成了一个港口以后 我自己国家的货卖到国外去那赚多少钱 你想不想过你自己国家这个环境污染 然后人口的问题都不生小孩了 跟你说最后一代谢谢了他妈的 都跟你说这个东西了 然后你哪来的廉价劳动力 你不想想这个东西 你现在是有廉价劳动力 等你把别的国家港口建好了以后 通过你这种殖民主义的抢过来用了以后 你没有廉价劳动力了 你生产干嘛 对 你知道吗 你自己国内的这一整套各种的没有体系的这些东西就发展不下去 就不是可持续的 对 你建了干啥 你知道吗 非常的搞笑 反正你不管怎样的逻辑你去思考 你根本就思考不了 你根本就没办法想得通 那为什么只知道赚现在这点钱 你像之前那些殖民主义 我不认为它是对的 但是我也不认为它是个坏的东西 毕竟它是造成了现在这个世界的英美的秩序 是全人类他妈的和平了这么一两百年 然后发展的非常的好 对吧 大多数人都可以吃饱穿暖 对吧 可以说给全人类真的之前那种辛苦的工作换来很少的薪水的状态已经不存在了 非常非常好的 还是有毕竟是在进展的 那像照中国这种方式 中国这种方式只要现在这一部分钱的方式去发展 它如果说引领全世界 对吧 你西方国家没有什么话语权 你中国作为全世界 如果你能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话语权 你去这样子搞 你知道吗 之后会搞成怎样 那不打起来吗 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东西 虽然说之前那些英国那些国家 你像香港被中国政府抢过来之前是什么样的地方 里面有那么一些中国政府认为的罪犯 贪污犯腐败什么的这些有一些 但是总体上他们人他们人均收入都很高啊 这个地方钱都喜欢往那个地方搞啊 往那个你有没有想过他吗 往那个地方搞就是因为说 你不会把一棒子把那个坏人打死 而是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 去把去把这个坏人抓住 但是这个贪污犯或者是这些 这些确实是有一些坏人呢 获取了一些脏钱在那边 通过自己很聪明的方式去躲避掉 但是也要搞司法 因为你搞的话 那大多数总体上市场就是繁荣的 大多数人就是收入就是高的 生活就是好的 你知道吗 你去盯着那几个盯着那几个 我一定把那几个坏蛋的钱 坏蛋给抓了以后把他们的钱给收回来 就盯着那些东西 真的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你可以让每个人都多赚点钱 然后给你多交税 你这个 他想不到 他觉得太费劲了 就是非常的狭隘还是什么 就是 懒惰 懒得去好好搞 也不是懒惰 这个东西 反正 这个很令人不可思议 不知道 不知道是出于怎样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去做出这种巨大的牺牲 因为也不是中国政府牺牲 牺牲的是中国普通人 老百姓 还有你在中国生活的人 的家庭 的小孩的未来 牺牲的是这些东西 对吧 政府贪官 政府 政府他不管 他就拿到现在的钱 他下一届 他退休 钱转到美国去 对啊 全部移民啊 到美国 然后等着自己退休了 他也去了 他就 白白了 所以 只有这种解释 对吧 只有这种解释呢 会让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去鼓吹的这种 因为这种 因为这种新闻呢 他就鼓吹的这种 虽然没收复 胜似收复 对吧 他就说这种意思吧 他说这个 我是不会去看的 我也不会去研究 我根本就不感兴趣 对这种东西 我感兴趣的是 我一开始 我刚开始看这个新闻 我还真以为是收回来了 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做 就是带 就是带我往这个方向说的 然后仔细一看 只是这个港口开放给你用而已 地方还是俄罗斯的 所以呢 还是说 什么开放给你用 他这个港口呀 开放给谁用 给中国用啊 吉林长城 他那个 从那个霍运嘛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那西方国家这样去看 然后俄罗斯正在变成像朝鲜一样的 中国的附庸啊 然后中国大陆自己的 他自己认为的这种 这种可能就是 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嘛 因为他这种 你看他这种 你看他这种表达啊 163年后 中国从霍海森网出海口 其实他 并不是像 我们或者是有些人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 反倒是有一点悲哀 你这地方本来就是你的 1963年之后 不是悲哀你知道吗 不是悲哀你知道吗 没有说回来还仅仅是悲哀 不是悲哀不悲哀 重点是呢 你要知道 虽然大家讲的东西 你英文讲的一个 President 然后中文翻成了个总统 然后什么 Freedom Speech 然后这些 Freedom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 自由 虽然大家讲的可能都是 这具体的这个文字 所以我跟你说 我不是这种 思考文字的这种人 你知道吗 我是思考的是一幅 一个画面 或者是一个 一件事情的概念 我不是 然后我再把它 转换成文字 我再想出来 我不是去思考 这个文字 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如果你只是 两种人 就我这种人 跟这个思考文字 这种人 他讲的都是这两个字 但是 某种条件之下 比方说中国政府的这种 你给他足够的利益 他什么都答应 知道吗 这就是 这就是川普说的 为什么 这就是川普的 川普说 他为什么说 他可以什么 他认为他 他一天之内 他就可以结束乌克兰 俄乌战争 就是因为 不同的人 他去认为这些 我们认为 我认为 已经定死了 像太阳从东边出来 西方落下 一样就是定死的这些事情 不同的人 他认为的不一样 你真的发现 他 你可能觉得 太阳从西面出来 他也认为可以 他认为同意的 你知道吗 在某些条件允许上 比如说 似乎 中国跟俄罗斯 又是这种背靠背的关系 狼狈为间的关系 然后 你这个地方又给我用 那 盛世收复啊 怎么怎么样 我干嘛要收复他 对吧 那台湾如果跟美国关系好 我就必须把 什么流倒不流人 杀掉他 你看到 就是神经病 你知道吗 像我们说这种 就是 你基本上规则定好 哪里领土到哪里 规什么 就按着规则来就完事了 也不是听我的 是大多数人知情同意 这样一个规则 按照这个规则 这个是不平等条约的话 那你就得要回来 你知道吗 不是你不能要 你要不回来 让你儿子去要 但是你得要 就是你现在得要 就是还是跟我们昨天说 驱魔一样的 你只能说你这个恶魔是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什么 Sensibis 什么什么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只能这样去说 你没有任何别的各种的办法 我是不是给这个恶魔当一下猪胆 让他复我身一下 然后他就会放过我 我就能活下去了 而且我又能在他复身我的时候 用这些力量我去赚一些钱 然后给我留下来怎么怎么样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 知道吗 对 我们这种想法就是 你是恶魔 你一定要去掉他 我虽然干过各种的脏事 然后你这个恶魔说 你跟我是一类人 因为你也干坏事 你现在脑子里没有邪念吗 没有疑念吗 我现在脑子里有啊 但是我他妈就不是 我就不敢 我就得说 上帝要干 上帝神什么的 要去谋 你知道吗 这个让我想到 他把自己和神是分开的 干掉你是神的事情 不是我干掉你 因为听了恶魔的话 我是干不掉你 因为听了恶魔的话 恶魔说 你也会干完事 你不是跟我一样吗 他觉得好像是的 但是干掉你的 我是神上帝 要把你给干掉 不是说你在驱我 你在面对邪恶 你在驱散邪恶 怎么个这个叫扶正驱邪呢 你知道吗 你在怎么个驱邪 你不是搞来搞去的 一下子我听一下他了 今天你听一下 明天我就不听了 或者怎么样 你就这种不行的 你知道吗 你像这种规则 你像中国人的意思就是 有些人说 你这个不是什么收复 怎么怎么样 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其实这一点都不他妈重要 重点是 你要知道 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个东西 价值观扭曲 被这个中国政府 被这个共产主义 被这种虚无主义搞了以后 你这个价值观扭曲在哪里 就是你可以互换一下 你可以暂时觉得说 可以 对吧 毕竟我也干坏事 所以恶魔说我是恶魔 那我有可能当恶魔 我就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就给恶魔当一下猪 给他附身一下 恶魔就找你这种人 你知道吗 他不会找我这种人的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不行 就是不行 你知道吗 我干了 我干了 然后我也后悔 我也像 可以赦免我的人去 去忏悔 你不能忏悔 我跟你 你不能赦免我的话 我忏悔你 我跟你忏悔干嘛 你知道吗 所以 不管什么 我不会跟你忏悔 就是说 你不能赦免我 那什么样的人能赦免我 可能就是像基督教上帝 各种的神 什么的这种 对吧 这种超越你 人的存在 才可以去赦免你 那那个东西 你能说不存在 或者不存在 也不一定 所有宗教都是这样的 所以 所以说 这种东西就是从这里去丧失掉的 那你绝对不会 没办法跟这种人去讨论 去讨论一个什么规则 什么法制 没有的 这种签个合地 今天有 明天就没的 不可能 在任何的 任何的 情况都有可能 让他认为说 台湾只要有台积电归我什么的 中国人喜欢收服台积电 他这样想接着 就你台湾就是国家 就无所谓 就不管了 就媒体上已经 你看 还有就是什么 比如说很多种 你看中国大陆这种 疫情还没结束 就敲锣打鼓庆祝 疫情结束了 怎么怎么样 没有对任何 你现实生活当中 任何一件事情 一个说 比较恰当的描述 为什么我不喜欢看呢 你知道吗 因为你在说啥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没办法理解 你没有一个很恰当的说 领土是什么 所以说你没办法通过这本语言 去学习东西 你一个人 小孩子出生到成长 整个过程中间 对各种事物感兴趣 你没办法通过这本语言 去学东西 因为他没有一个 他不倾向于 他不是倾向于说 不是倾向于说 我用一个 你像连画画都是 中国画 西方的画都是写实 从达芬奇开始 文艺复兴 达芬奇开始 达芬奇 文艺复兴 之前的画 你看西方的 先说西方的画 画这个 画这个 孟娜丽莎之前的那些画 你看人都变形了 知道吗 从那个之后呢 是达芬奇用透视 知道吗 透视就是人 根据人眼看事情的 看这个东西的这个原理 透视点嘛 以近大远想嘛 去通过这个东西画画 后面的画 全部都是跟真人一样 你知道吧 后面的不管画 雕塑啊 艺术作品全部都 他就是尽量的要表现真实 把真实的东西给 给表现出来 他要接近去真实 要不断的去接近真实 但是中国画呢 什么写意 什么这种 这种 这种 你看你看网上经常有画这个 画画山啊 云啊什么这些东西 西方西画 我那个画 那个山也是这样画的 是吧 就是你画西方画的时候呢 他也是有很多的写意 毕竟 毕竟他让你看到一张纸 让你看到 让你想到的是真实的这个风景也好 或者怎么样的 他必须得写意嘛 但是 但是你看中国画 他就是存的那种方式的那种写意 完全不考虑现实是什么样的 对吧 然后呢出来的效果呢 只能是一个较平面的东西 你拿中国的 中国的这种很多 包括崔永元 你看中国这些名人啥的 中国很多人去搞这种什么字画什么的 你这个字写的漂亮 你这个画写的漂亮 其实我觉得怎么没有人去讲 还是都他妈不知道不了解还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认为 你跟这个西方这个画差的实在太太十万八千里 你那个字写的再好又怎样 你只是一个平面的 你只能 你只是一个比一种墨水 你就那么啪一下 你能好到哪去我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达芬奇 你看看YouTube上解释达芬奇那个画 达芬奇画不是你网上浏览器搜一下 看达芬奇的画 他你要去看真的那幅画 那比如把你卢浮宫放在 现在可能放在那里面 你去看真的那个画 你看那个光效果是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像你造个一栋楼一样 像你造个这个东方明珠一样 它是一个工程 那幅画本身 它里面有三十层颜料 每一层颜料都比人的头发 五十分之一细还是多少 我记得大概是这个数字 然后采明出来那样的光效 你就拿 占一个墨水 你拿个笔这样挥一下 你能挥多好看 我他妈的是欣赏不了 你知道吗 我能想象到那三十层颜料 在光照的效果下 那种反光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朦朦朦 而且达芬奇那幅画 整幅没有任何硬的边界 但是你看那就是一个人 头发边就是边 但是他没画边界 你怎么画出来 为什么这幅画这么值钱 你哪个中国字画 你去卖像西方这种油画这种价值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很讨厌在家里面摆中文 写个字了什么的 你妈那时候不是有一个 你妈那时候不是有一个 我操 你这个东西就是 我不知道你这个字写的再好看 能多好看 你不就这么一层颜料就这么过去吗 你知道看啥吗 你看的时候还得想这个词的意思 比如说天道仇情 天道仇情 你这个就等于说自己在一赢你 你知道吗 你能想象 你能想象 如果你现在没有那个时候 你看着如果有人对荒荒感兴趣 你看现在那些画的那些东西 实在太急了 没意思了 你知道吗 你看之前那些 你看那些像孟娜丽莎这种画 他这种通过这种设计 他整个画都设计好的 他不是乱七八画的 他都设计好的 他自己知道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在第几层 你知道30层 画了30层 然后在光照的效果下是什么样的效果 他整个都设计好的 你知道吗 这个是你不是说 需要大量的一个人大量的经验和创新 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 而不是你写个字 然后就这个字写的真好 什么苍巨牛笠什么 你吃饱了 你知道吗 你只能把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好怎么怎么样的 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意淫在里面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是的 你如果是那种设计好的工程 那么复杂的方式画出来 那个画 那个东西你摆的永远都是艺术品 真的 它是自然 它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操作 你也不需要任何的想 你是个要饭的 你没有任何的艺术方面的知识 你去看它 那就是好看 卧槽怎么这么朦朦朦朦的 但是你又看得非常的清楚 是怎么搞的 没有人能搞出来 你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这个能力去搞出来 就这么简单 前五古人后来那个是真的 就是说你写一个字 你再怎么写的好 能怎么个好看呢 我知道 我想 你知道吗 不就叭唧叭唧一下子怎么怎么好看 到底你可以 但是还到现在没有人能搞出来 我是不理解 知道吗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认为是认为差距实在是太太大了 就是你里面投入的这个 你作为一个人的这个 一生所付出能付出的这些 这些你先获取经验 然后发挥创意 发挥你的创意 就是一个人能付出的一个东西 在那幅画里面 跟你跟你跟你笔意洒 哦修洒 这个字写的好啊 怎么怎么样 你这个跟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相比较之下就是撒泡尿吧 说你这个尿尿的好够骚 是吧 就是就是就是价值是在这嘛 你知道我不理解 一边就是一边就是一边就是你 你你根本就想不到有这样的人会去投入这种 能能能有这种 他一方面有才能 然后又投入很大的 又又又又发挥很大的创意去去做出的这样一个艺术品 你知道吗 所以你怎么去比较 你比啥 你知道吗 所以所以你必须像这个别的国家有民粹 每个国家都每个国家的人都有嘛 印第安人就印第安人 每个人都有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土地 因为你不爱自己的话 那你怎么自残嘛 你知道吗 你肯定爱自己吧 但是中国这种所谓的自尊和民粹和民族主义这些东西 绝对不是他妈什么好的东西 其实你看这个政治政治的意识形态也是 其实中国是比较早的发展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这个地方 比希腊还 最早的就是中国的孔子孔秋孔子 然后老子啊墨子啊什么的 然后中国的孔子之后公元前好像是五六百年我记得 我最近看那个DK讲那个政治的这个全世界 他总结的挺全的我觉得 然后就是希腊的柏拉图啦 然后希腊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叫什么 就是这些东西 你看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政治形态 最早的其实最早的是讲的是孔子的是说这个叫 孔子那个时候是春秋战国时期 就是讲这个叫他要帮助治理者怎么去统治这个国家 然后那么孔子的理念就是说什么注重家庭 人有什么三个人有什么三个三个角色三三种 不是就是他普遍来讲这个社会里面的人的三种关系就是 首先是他最重视的关系首先是这个师生你知道吗 最重要的是师生然后是父子然后是朋友什么的 然后他意思是说呢师生关系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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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关系 然后是朋友关系这些关系都和谐了 那整个社会就和谐了统治者就好治理了 他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认为的 就是就是从这里发展 然后发展到后面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变成了说统治者变成了到后面的这种 我就大概讲一下不会讲很久了 就到后面就变成了你发现中国到现在其实也有一点的 这种叫君子讲究的是君子 习近平就是君子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国家统治者 你自己的言行各种的要求做得很好了以后 让别人去学学他 你知道吗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跟现实就像中国话一样的 没啥关系 只能说想的很好 比如说你大笔一回写个几个字天道酬勤 然后这几个字呢 这个勤劳 你看这个表达的意思多好 然后你再去看他这个字 然后你觉得这个作品太好了 怎么怎么样 孟大丽莎就一幅画翻了 这女的谁啊不认识 你看这个字 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意思 但是你看中国的这些东西 那你得牵扯到别的东西上 比如说中国这种君子什么怎么样的 那你到底是不是造神呢 不说 知道吗 你造假神呢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不犯错呢 你知道吗 你只能去欺骗了 所以中国他去掩盖他干的坏事情 中国政府去掩盖他干的坏事情 这些都是一个说 怎么说 有关联的吧 很多文化里面造成这种东西都是有关联的 其实各种的文化 我不是说排斥文化 或者是你宗教信仰跟我不一样 你的文化跟我不一样 我就排斥 而是你这个不可持续 你知道吗 你不可持续的东西 你就不存在说要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一个宗教一个邪教 然后每个满月的时候要杀个小姑娘 你这他妈可持续吗 那我给你什么自由呢 你知道吗 你要你这样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吧 你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你给的是那些可持续发展的宗教信仰 就是你信仰的只是一个叫上帝 一个叫什么阿拉真主 对吧 你只是教的民族一样 但是你都是可持续的 都是大家一起去 有一些宗教活动啦 什么的 这个可持续 而不是像你说 我这个必须得杀人什么的 不可持续的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你就不是给你这个 我想说的 其实我觉得从很早以前 哪怕是这种战国时期 或者是再早之前 到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唯一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面对现实 要实际 要脚踏实地 我觉得 就像你看一幅字画 你觉得他自写的好 那就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你好 他要加上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意淫啊 这种想法 然后觉得这个字好 哪怕这个字写的超烂 他也要想的很多东西 就飘忽想象的这种 然后描述上去说写的好 但是你说面对现实 他也没有不面对现实 他通过这种方式操作呢 比如说 你说西方国家 你们是反华联盟 我中国就 我起码自己政府 跟自己国家的人说的话 我中国你看 你看我让这些西方 什么G7 你们七个狗伴闭嘴 好 他起码觉得 你看我们中国强大了 怎么怎么样的 没法说 这个就是现实 你可以改变现实 对吧 你有这么多 中国大陆这么大 这么大一块地方 你去封锁言论 然后只有一种声音了之后 你可以制造一些现实 就是现实就是这些傻逼 什么都不知道 你让他干嘛 他就干嘛 对吧 你怎么去引导他说 他就这么说 这也是一种现实 他怎么不面对现实呢 这个也是个问题 不是 不是 为什么我说这么多 就是说 我一直想知道 为什么 你看这个中文的东西 他就是这样去理解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去弄清楚这个原因 目前为止我能联系起来的 我就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我把这个事情联系起来 就是这些东西 从最早的老子到你看他各种的 他就这么认为这件事情 跟你认为就是不一样 跟这件事情本身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一直想他认为 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那个今天咱今天讲那个主题 那个什么港口 他下一步要觉得俄罗斯都是他的了 俄罗斯都要归中国了 你这样想下去 这样其实 说的就是这样 对吧 可能说的很没劲 是吧 那试试就这样 先说句吧